我今天终于复工了 今天是Scarlett出生的第22天 给大家看一下我恢复的情况 还OK吧 但是我还是比产前还是有一点肚子 还是中了就厚了一点 虎背熊腰的 比产前中了14斤 今天那天开工了 给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你们一直以来 问我的好多好多问题 我在微博上po了一条 然后你们给我留了好多好多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挑几个最popular的问题 给大家回答 可能回答不了那么多 因为今天视频会短一点 我是一点一点开始录我的视频 因为现在每两个小时 是每一个小时 我就要为一次哪 所以时间很紧迫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看了看咱们所有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大家想知道的就是 我是怎么选择去月中心 还是请月嫂 然后是怎么挑选的月嫂 其实这个我有很多要说的 因为你们知道燕玲小姐对吗 就以前在香港跟我玩的 我堂弟的那个时候是女朋友 现在已经是老婆了 她跟我差不多是一起怀孕 然后她比我早生了一点 然后她就等于替我做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research 很多 因为她几乎把天津市所有的月子中心 全都看遍了 然后最终她挑来选去 最后她选择的月子中心叫爱陪伴 我也跟她去看了 然后我当时对这个月子中心的印象都非常好 我当时去的时候 就第一件事 所有的访客都要用手消毒 然后换鞋套 然后戴上口罩 都流程非常好 进去之后 就觉得她们每一步的管理都非常的流程化 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经过非常紧密的 和非常专业的培训 所以当时我就对这个月子中心印象非常好 后来燕玲小姐也住进去了 住进去以后我又去看她 然后对整个的环境 还有她们的所有的 包括饮食专业度 然后她们护理师 就是我们所说的月嫂阿姨的专业程度 我都亲眼看了一下 觉得特别好 但是为什么后来我没有去住她们的月子中心呢 实际上我去看了她们在国际大厦 天津国际大厦的那个点 我这可能还有点资料 我给你们找找 要有的话我就插到这里面去 给你们看一看 那个环境非常非常好 本来是想去国际大厦那家店去住的 但是后来呢 我看她那里有一个粮食一拼的房间 就是可以有家属陪伴 因为我不想自己住在那 但是呢 你们知道就是Scarlo的预产期是大年初一 翠哥呢 在2月2号就要去上班了 就说如果Scarlo是预产期生的话 他只能陪我一个星期 之后呢 他就不能在这儿陪了 然后就 我父母呢 如果爸爸去就不方便 妈妈在我陪在家里 然后就爸爸一个人 反正就是不太方便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所的人就跟我说 我们有一种服务叫 把院子会所带回家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 我们特别专业培训的这个护理师 阿姨 就是我们所说的月嫂阿姨 然后你把它带回家 我们的团队都会跟进 然后不时的回访 然后呢 就是给你所有的这些support支持 就是包括产后宝宝的防胆啊 还有你产后的恢复 还有等等一系列 他们都会跟进 还有所有的那些产后需要康复的那些东西 他都可以就挪到你家里去做 再加上呢 就是因为我爸妈就每天都想看Scarlo 每时每刻都要看 然后老爷也是找我不为奶的时候 他又进来跟小娃玩 所以他也是希望宝宝能住在家里 他可以随时看到宝宝 所以后来思来想去 我就挑选了他们这个服务 那我现在给我服务的这个阿姨 如果说10分是满意的话 我可能给他打20分 就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我觉得他走的一下我会爆哭 现在我想到他走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可能就情绪会非常激动 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就是他走的时候我会怎么办 从现在为止呢 我对他服务超级满意 因为他真的是很专业 因为你知道我是研究性的人格 对婴儿的护理实际上 我之前都是在自己弄过research 我都在网上看了 然后中英文的这些医学报告 我也都看了 大家传统印象当中的 这个月嫂阿姨月嫂怎么买的 就是照顾宝宝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贴心 我不想说的太多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不能带到所有的都好 我不想这么说 那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这个是这个服务的二维码 你们可以去扫一下 它有个公众号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之后呢 我也想录一个vlog 给你们看看 我在家是怎么坐月子的 护理师阿姨给我建议的吃什么 然后每天她给我做监禁按摩 给宝宝洗澡的时候做浮鼠按摩 包括后来的团队来回访 用哪些东西让我泡脚 就是更快的帮我恢复 这么的一个vlog 另外还想说一下 后来团队应该是有不同的阶段 都会来回访 但是后来春节以后 我就没有让他们来 他们也说不来了 就因为现在疫情 然后我上次跟我燕玲小姐沟通 我就说现在疫情吧 你有没有出月子会所 她说这个月子会所 真的非常非常的专业 因为他们现在为了能防止疫情 让所有的妈妈和宝宝都放弃 因为现在最新的研究表示 其实母婴就是孕妇和产妇 还有婴幼儿是比较容易感染的人群 她跟我说这个月子会所 整个就是一个lockdown 就是让所有的 包括护士前台人 所有人都按钉不动 哪都不去都住在月子会所里面 然后哪个房间都不出 然后集体消毒通风 而且用的就是全天然的东西 对婴儿和产妇都绝对无害的 然后好像明天把饭送到门口这样 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个月子会所 这个机构真的是非常专业 给大家共参考吧 如果你们在天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我不知道他们的月嫂阿姨 可能别的地方也可以去 你们可以自己去咨询一下 这个具体的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OK这个是月嫂方面 还有就是大家问我的第二个 特别特别受欢迎的问题 就是和我们家生产的费用 为大家讲一下 这个和我们家生产的 它是有这个套餐的 套餐呢它每年的价格都在变化 那去年的就是我买套餐时候的价格 它那个时候是基础套餐是5万8千多 但是如果你赶双十一啊 活动什么的时候 就能便宜很多 大概是5万2 5万5 我有点不记得了 如果你有天津市医保的话 可能还能报3000块钱 我这个没有事啊 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医保 当然那个是基础套餐 基础套餐包括三天住院 包括12周以后的产检 住院的时候的那些餐食啊 什么的都包括 但是如果你想指定医生 你要VIP套房 还有12周之前的那些产检 包括我自己做那12年生去抽鞋 什么这些是不包括在内的 还有它每个产检都是有数量的 如果你加了产检 像我后期养水稍微有点点少 所以后期我都是一个星期两次产检 那个也要价格再加上去 这个具体呢还要看每个人的情况 但是基础套餐呢就是5万多块钱 我不知道今年 今年大概也就是6万吧 我不知道啊 你们还是自己去咨询 天津和我们家医院的有公众号 大家可以去打个电话 什么的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跟专业的人员来聊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我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每一分钱都花的简直太值了 虽然大家都认为好像是 至少15 20万的价格 但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哪怕是那个价格 我也觉得每一分钱都很值 不是广告 我就是发自内心的告诉大家这些信息 当然不愿意去私立院的 一定要去公立院 这个也没有错了 不管是公立和私立 只要准妈妈自己开心就好了 再有的第三个问题 大家问我的特别popular 就是关于无痛 什么时候打 是这样的 和我们家呢 他有一个就是产前的公开课 麻醉医生呢 就会来给大家讲 关于无痛一些信息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安全性是怎么样 有人说打了会腰疼 是不是真的 所有所有这些情况 然后我给你讲 然后之后你自己还跟麻醉师 有一个一对一的 这么一个咨询的这个session 他会看看你脊椎的情况啊 问问你的过敏史 检查你一下 然后看看你是不是适合打无痛 这个无痛呢 给我一对一咨询的麻醉师 跟我说 有一小小小小小的戳人 是不管用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 都是很管用的 他不是说 你打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是把你的疼痛控制在一个 就是完全能忍受 今天脚有点酸啊 或者后背有点酸啊 就是那个感觉 或者说你有点轻微的痛经 就是控制在那个范围之内 我自己呢就很幸运 我基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打完了以后 这个跟麻醉师的技术 关系很大 所以每个人的经历可能不同 那好的麻醉师呢 可以做到让你不疼 但是你还有力气去push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 我完全非常有力气push 到最后那个王医生 还有助产师都跟我说 你不用太使劲 你不用太使劲 因为他们会帮你保护会音 这个待会儿我再说 就是怕你太使劲会撕裂 所以当时他们都知道 我慢一点慢一点 所以我是完全可以用力的 这个到时候大家自己 看自己的经历决定 我自己呢是一点不疼 但是还完全能够push 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还有就是关于无痛什么时候打的 朋友们家的这个policy 他们的规定是 你随时还要可以 开一指打 开两指打 不开打都可以 因为我到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开了一指了 所以就是不开打 这个选择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就是开了一指的时候呢 我就让他给我打上了 因为我觉得有点坠啊 轻微的痛经那种感觉 但是我还是让他给我打了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能不疼的话 为什么要疼呢 对吧 就没有必要 打不打呢 也是每个人选择 有的人说我就是相信 他可能会对我产生货用 我不要拿 那也可以 还有人还想经历一下做母亲的这种疼痛 都可以 这个是完全个人的选择 我只是非常非常庆幸 我打了无痛 所以整个生产的过程 就像做了一个spa一样 特别特别简单 我恢复的也特别特别快 所以这个是无痛的经历 而且我完全没有什么腰疼啊 什么任何的痕疼 完全没有 再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大家问我测切的问题 我呢没有测切 因为和我们家呢 它是不鼓励测切的 就能不测切就不测切 我想可能很多公立院也这样了吧 现在 而且会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帮你保护会因 会有各种的这个 就是助产室的它的这个操作啊 帮你保护 就低胎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一点点撕裂 我自己有一点点 然后他们用那种可容性的 这给你缝上了嘛 缝上的时候呢 它会拿冰块给你敷 然后会消肿 我自己呢 当天排尿排便 没有什么肿 就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然后三天之后 基本就没什么感觉了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我听说有一少部分人 对那个可容线 可能不能吸收 要回去取 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情况 但是对于我来讲 就完全没有造成什么 不能坐啊 坐着会疼什么的这种 可能是很幸运 也可能是缝的时候 助产室的手法非常好 这个要让大家自己去经历 这个是关于测切的问题 还有一大部分人问我 就是产后账买的问题 我怎么解决的 我这个使用期很轻松的度过了 我觉得跟月嫂的专业性 很有关系 我一开始呢 就是前两天是没有奶的 然后我就说啊 不为了不为了 我没有 然后月嫂说 你一定要宝宝吸 这样你会来刺激 那个秘乳素的分泌 刺激你的脑垂体 这样你才能有奶 但是头两天的时候呢 因为宝宝比较瘦 才五斤多 生的时候 我也给他配了一点奶粉 这个看美的人的情况吧 我那个护理师阿姨 真的是很勤勤恳恳的 夜里起来N字就让宝宝过来吸 然后宝宝就哭了 因为没有奶 然后他还是坚持着保气 然后现在就有奶了 我基本现在都是未母乳 没有再大买粉了 还有就是第一个星期 不能喝昏汤 然后喝了之后呢 你可能乳线没打通的时候 如果出奶太多 就可能堵住 就会造成胀买什么的 这个是他传授给我的经验 在我身上的体验非常的好 我完全没有胀买 然后现在奶水还挺多 还够宝宝吃 所以供给大家参考 好多人还问我 就是关于备孕的问题 这个我准备单独出一个视频 给你们讲 那个就是我是怎么怀孕的 我想跟那些就是备孕很久 可能还觉得没有成功的女孩讲 千万不要着急 我自己也是试了七个月才成功的 就是以前呢 就是想爱避孕啊 不要怀孕 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后来你不是说想怀的时候 就啊就怀上了 很幸运的一小部分人是 但是大部分人呢 都是要通过很长的时间 很科学的方法 来去备孕的 所以会出一个视频 具体的跟大家说 我都用了哪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问我有没有腹肌分离 我是 医生没有给我检查 但是回来以后 我的那个团队嘛 他们在春节之前 就是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 来回访的时候 他们也带了医生 带了护士来 然后他们帮我看了看 他们说没有腹肌分离 所以我还比较幸运 这个可能跟我产前坚持普拉提的锻炼 很有关系 普拉提都是core 都是核心肌的锻炼 我喂奶的话 我觉得没有瘦 我现在还是114斤 就是停在那了 没有再继续瘦下去 我也挺苦恼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瘦回 我产前这个98斤的 100斤的这个 就是长期以来保持着体重 我大概出满月以后 就会去慢慢的运动一些 然后我也会做一些长后的运动 希望很快能恢复 OK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也不给大家录时间太长了 就先回答大家这几个 特别特别想知道的问题 然后你们还有什么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之后会给你们拍视频 就是跟我一起坐月子的vlog 还有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是怎么样备孕的 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做 然后你们最近还想看什么 也留言告诉我 之后我们还会产后一起恢复 做运动 所以等着我好不好 All right love you guys Talk to you soon bye